原因是因為季三月的鳳梨之後 在昨天大陸吳亦菌的宣布 從今天開始要禁止台灣釋迦還有蓮霧的輸入 這件事情對於台灣農民來說姿勢體大 原因是因為這兩項水果呢 其實在我們外銷的這個份額裡頭都是算比較大的 同時呢他們銷往大陸的比重都占有九成以上 大陸方面禁運 那對於蓮霧農對於釋迦農來說 當然就是中錯了 那第一時間服務院黨通通硬起來 蔡總統就馬上譴責大陸 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則說了 這在大家團圓的日子宣布讓人完全無法接受 他說要上WTO來提出控訴 同時呼籲國人幫忙吃水果 好又要愛國了 大家在講了說你難道沒有什麼具體的對策嗎 三月的時候也叫大家幫忙吃 現在都已經又過半年了 要10月了還是叫大家幫忙吃 你的對策是什麼 曾經被問到的時候 他講說他要打算砸10億元來救市 你向WTO申訴 呼籲大家幫忙多吃 這三樣手段以及措施有沒有感覺似曾相識 在野黨就質疑 WTO的訴訟恐怕燒脫兩年之久 你希望能夠向WTO來申訴 但農民朋友有辦法等到那時候嗎 大陸拼命禁止台灣蓮霧世家輸入農委會反制 竟然是喊話國人 大家一起幫忙吃 你去買一顆臉物 你去買一顆鳳梨世家 你就是最具體的行動 在照顧我們的農民 全國一心來共同面對這個困境 就算國人請全力去買 照三餐吃世家 也是消化不了 也置不了標 也置不了標 又再次呼喚愛國新人 他大概就是100億套 拼命的要國人多吃 只會讓我們的農產品的價格在往下跌而已 蔡總統臉書譴責大陸違反貿易規範 揚揚要為農民討回公道 蘇魁也PO文將透過WTO提出控訴 但明明兩岸就有農產品檢疫檢驗格作嫌疑 為格捨近求援訴諸WTO 投用了訴訟管道 二月鳳梨被禁訴求至今沒回應 如今換上蓮霧世家 難道會有大轉彎 要18到24個月才有辦法做出判決 我們農民大概沒有辦法等到 一年半或兩年後 再來享受這個池萊的果實 他必須可能這個禮拜 下個月就要開始改變找新市場 過去半年已經有時間給大家準備 還是只剩公開指責 但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來協助的話 我想這也是無助於農民朋友的權益 從鳳梨到世家聯誤 網友怒轟為何不努力開拖新市場 總是道德綁架讓國人幫忙吞 第一次是不知道 第二次不小心 第三次就是無能 水果成了政治濟品 政府卻指揮大內宣訴諸愛國心 果農無奈被動成了綠營意識形態 犧牲品 記者會王志文台北採訪報導 你問到農民 農民說他們想自救 有的時候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像是蓮霧 問一下到大陸去的這個子彈蓮霧 通常在台灣這銷路比較不好 那當然啦你會講說呢 沒有辦法到大陸去台灣人幫忙吃 可是有一些東西在台灣 這個量多起來的話 擔心的就是疊價 好也要問的 如果說呢在年初的時候 鳳梨事件已經發生過一次 現在的釋迦跟蓮霧 為什麼我們政府拿不出其他的對方或藥方呢 甚至就連農委會主委陳其中自己都講 下一個有可能會被大陸點名的水果會是 柑橘類來看看柑橘類 去年呢說出口量大概是3985公噸 好同樣八成三 非常大的一個份額也是 銷往大陸去 那如果連陳其中自己都知道 如果下一個有可能被點名的 是檸檬跟柑橘 那到底你的具體對策是什麼 中部的柑橘農說 他們現在聽到光想就憂心了 之前是比較好 比較好 然後農民就拼命的去 就大家一起種 對對對對對 就大家一起 哇那個好利潤好 就往哪邊去擠啦 結果民進黨執政了以後 就沒什麼利潤了 他們大陸的也不來 也不開放過來台灣玩了嘛 結果一連三的整個鏈條都 不要再說那個 銷售量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但是量多啊 量多的話我送給我 我作為送給我 光是那些薪水 扣一扣扣一扣我 我沒有理由 我感覺就不要做了啦 其實台灣的消費市場不大啦 我覺得還是要設法外銷 內銷的話到時候供過於求的話 勢必價格一定會比較低 可能會不符成本 因為最近這幾年來 這個成本都一直在增加 不管是肥料農藥 或是指向運費等等 包括人工的工資 所以這個如果 在不符成本的時候 我想會有很多農民 可能會有氣更的這樣一個情形 因為現在乾脆還不是產劑 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 應用的措施 也是會暫定 現在已經講到以後的 銷路的問題 你們覺得怎麼樣 當然是會比較實際的 我覺得實際的 因為往年的話 我們是東南亞國家也有在出啦 不過疫情以後 運費漲得太多了 像以前以後貴頭說 上萬塊的話 現在已經漲到九萬 所以成本到主席市場的競爭率 也會比較弱 農民朋友的擔心 剛剛聽得很清楚了 他們擔心的就是 如果沒有外銷的話 那通通留在台灣的這個市場 市場不夠大 因為內銷如果說量太大的話 價格跌 他們同樣是不符成本 所以一樣有可能會賠錢 年初就有這個問題 到了就已經快要年末了 這問題還沒能被解決 大家都在問的是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你到底方法想出來了沒有 又再一次的砸錢 又再次的叫大家來幫忙吃水果 但是有沒有治根治本的方式呢 同時如果對岸提出的是 我們的農產品裡頭 有所謂的戒殼蟲 是不是應該去了解一下 問題在哪裡 如果先前面對了日本 對我們的農產品有問題 你可以去跟他協商 面對於紐西蘭 對我們的芒果有意見 你可以去跟他協商 那面對大陸 你能不能也能夠有更多的作為呢 我們可以聽一下蔡農林佳馨的說法 你永遠失去一個中國大陸市場 你叫這些農民 怎樣有所逸歸 他未來銷售管道在哪 因為世家以及所謂的聯盟 更不易保存 他比翁來更不易保存 所以我們只能傾向於周邊國家 甚至周邊市場 這是所謂的運輸保存問題 這最基本的問題 失去大陸市場 那是不是又要叫國人國軍 甚至小朋友開始施市家 可能我們很顯得意見了 昨天民進黨很多民意代表 包括所謂的農政 農政相關官員都在呼籲 我們又要來救市家 又要救聯物 那未來又要來救柑橘 那過去又要在救文旦 我們每年都在救農產品 每年都是會出現這種問題 就算大陸不禁止台灣輸入 很多農產品都會出現滯銷問題 那到底根本問題 我們要不要解決 農委會陳其中到今天 依然 還是用他的所謂抗中保財政策 在實行他所謂農委會主委 這職任上最重要的政策 其實對農民的需求 以及所謂消費者的需求 他是不在意的 他只在意四個抗中保財 面對中國大陸就嗆聲 就很批回去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 這些農民的生計問題 這不只是農民 很可能百公百業 如果一旦遇上這些問題 那你陳其中 跟所謂民進黨政府官員 你要不要徹底去解決問題 一方面向大家保證 政府會全力的來推動 農產品市場的一個分散的工作 可是從上一次的鳳梨 到這一次的釋迦跟聯誤 民進黨政府一點掌勁 一點作為都沒有 所能夠採取的方法 仍然是如出一策 呼籲大家用口袋的錢 下架釋迦 下架聯誤 或者是編列預算 來補貼面臨損失的農民朋友 某種程度來說 台灣的人民 也是民進黨政府 無能無力施政 解決問題的一個受害者 那更不用提到 台灣廣大的農民 一推二五六 第一步只是想撒錢 而其他的部分 就是希望民眾跟軍方 可以來採購 可以來做出協助銷售的做法 我想這樣子 對於農民而言 只是短期的利多 而沒有辦法解決長期的問題 可以來做出協助銷售的做法 我們可以來做出協助銷售的做法 還有一些可動的 可以來做到協助銷售的封面